西方社会的长期以来 刚才罗斯以前也讲到 长期以来是注重 以政治选举权为核心理念 强调自由竞争为社会逻辑 偏好以资本至善 为政策依据的人权发展道路 他们的偏好就是 哪里有选举就哪里有人权 哪里怎么样可以自由竞争 哪里就有人权 哪里听从资本 哪里就有人权 我觉得这种完全错误的人权发展道路 这些人权的发展理念 非但不能给复杂的世界人权支度 提供根本的要方 还把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 国家发展道路带入了歧途 那么中国没有权盘的去拷贝 西方人权的发展道路 而是把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而不是所谓的选举权 我觉得这一点是理直气壮的 可以批驳西方的 什么选举权放在核心理念 我就完全错误的概念 那么我们不是 我们而是把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是在第一要务 强调了主权不容干涉的这样的原则 独立地走中国的人权发展道路 我觉得获得了三百个国家支持和肯定 越来越多发展的国家 参考借鉴 甚至是复制中国的人权发展道路 那么更重要的 我觉得很欣慰地看到 2017年6月22号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通过了中国颤导的一个决议 首次把发展促进人权的理念 引入到了国际的人权体系中 我觉得这个发展促进人权的理念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获得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支持 所以我们可以自信地说 中国人权的进步 是拓展了20世纪以来 世界人权固有的发展道路 过去我们的人权发展道路 只有西方那一条 那就是让你选举才有人权 自由竞争才有人权 资本自散才有人权 那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觉得完全是错误的这个道路 那么成为这个 那么目前中国人权进步呢 我觉得支持了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这个最坚定的这个大国的力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